讓我們陪伴孩子一同稱讚 哈囉大家好 我是創業系媽媽婉玲 爸爸媽媽 你知道如何去觀察孩子 是否有發展遲緩的症狀 還有我們到底要看哪一科呢 這應該是很多爸爸媽媽 都很刪腦筋的 這一集媽咪需要神救援 專家告訴你 我們特別請到了 陳盈蘭職能治療師 來跟我們大家來分享 有關早療的相關資訊 那我們歡迎盈蘭 嗨大家好 我是職能治療師陳盈蘭 爸爸媽媽想必啊 你曾經有聽過早期療癒 那他其實是整合許多的專業服務 包括了語言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物理治療師等等 透過了醫療協助 教育 以及社會的補助 來協助這些孩子的狀況 可以恢復到正常 那麼為什麼早期療癒那麼重要呢 好 那我們來說明一下 首先第一點 我們知道要早療一個黃金期 是0到6歲 可是通常我會說 裡面還有叫 0到3歲的黃金中的黃金 大家有聽過一句話吧 3歲定中生 對 我們大腦的重量 大概在3歲左右 就已經有到成人的90%左右 然後大腦的腦神經的連結呢 大概也是在3歲左右 會有到70%到80%的連結了 哇 你看這個占的比例還蠻高的喔 那有些爸爸媽媽會擔心說 我的孩子已經超過了 黃金的療癒期間 那他在做這些療癒 是不是有用呢 那其實過了早期療癒的黃金期 它的效果還是存在的 因為你知道人在成長過程當中 其實是不斷地面對新的問題 對 尤其像我們在早療裡面 有個叫做社會情緒這個領域 這個領域你會發現 不同階段的孩子 可能會遇到不同的問題 例如他到青春期了 可能到青春期的問題 那其實都是有需要 注意的去解決的 嗯 所以爸爸媽媽 如果你的孩子呢 已經錯過這個黃金期啊 你不要擔心 我們還是可以 協助孩子進行療癒的喔 那剛剛媽咪有講到說 所謂的早期療癒呢 需要找專業人員 欸這句話是沒有錯的 我們都會有 國考的一個資格 所以呢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學很多評估孩子的方式 那裡面一個叫做標準化評估 就是我們用標準化工具 那標準化工具裡面有一些 像是常模 那我們就有一個常模參照 那所以常模參照呢 最主要就是 我們可以去評估完之後 去比對 孩子現在 他所坐落的百分等級是多少 好 那目前我們在抓 兒童飯吃完的話呢 我們百分等級 大約是抓8左右 我們用簡單明瞭的方式來說就是 100個孩子裡面 他可能只贏了8個 那我們所謂的邊緣的話呢 我們就會抓百分等級16 那當然啦 如果你超越16以上 我們當然會說是典型發展 可是呢 有一些孩子可能 評估出來是 百分等級20 可是他狀況還是很多 要怎麼辦 那沒關係 那當然就是 透過專家的 臨床經驗 看出這孩子的問題 我們還是可以 給予適當的一個介入 那此外呢 專業人員呢 我們在跟孩子做早療的時候呢 我們一定會跟家長 共同討論早療目標 會針對評估的結果 去訂定目標 還有學校的需求 家長的需求 或者是治療師在臨床上 觀察到這孩子有需求 那我們會去訂定目標 並且把目標做排序 看哪一個目標最重要 我們優先來做努力 這就是專業人員 介入的一個重要性 所以爸爸媽媽 我們要配合專業人員 這樣子呢 我們孩子呢 他才可以有有效的治療 對 那剛剛媽咪講到一個 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爸爸媽媽一定要配合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做 以家庭為中心 我們帶孩子去做早療 不是只有孩子的事情 也不是只有治療師的事情 其實爸爸媽媽也是要共同參與的 就是希望孩子去早療的時候 爸爸媽媽盡量可以全程陪伴 那陪伴的時候呢 一邊可以看著治療師 如果跟孩子互動 如果去帶孩子做一些活動啊 然後回家以後他可以繼續延伸 你看一個禮拜 可能頂多找治療師一次兩次 可是那時間是不夠的 回到家 因為那麼長的時間 其實爸爸媽媽要共同努力 這效果才會是最棒的 沒錯 這很重要哦 那我們剛剛說呢 以家庭為中心 不只是爸爸媽媽而已哦 如果有一些同住家人 像是阿公阿嬤 或是親友 或是甚至手足 其實我們在家裡面 共同要為這些目標一起努力 我們最擔心的 就遇到大家的方向不一致 比如說爸爸媽媽很努力 可是阿公阿嬤 就在後面打孩子在靠山 孩子一哭或怎麼樣 說啊沒關係 沒關係我們不要做了 爸爸媽媽壞壞 我覺得這樣子 就反而會讓孩子 會在腦中就會混淆 對 而且這樣子也會疏離親子關係哦 是沒錯 有沒有說 欸成功的案例 效果比較好的案例 好我在開業之初呢 就是有一個個案 他就來找我 那是阿嬤帶來的 然後他是一個 腦性麻痹的一個小孩 爸爸媽媽 帶了很長期的早療之後 已經有點半放棄了 然後他去看醫生的時候呢 做一些檢查之後 醫生就說 欸那這個其實 要進步的空間也有限了 然後就建議爸爸媽媽 不用那麼積極的帶早療 反而要讓他回歸到 日常生活當中 那爸爸因為這樣子 就覺得好乾脆 就不要帶早療了 可是就出現一個問題點了 醫生會這樣子講 一定有他的道理就是 你要讓他回到日常生活當中 就是爸爸媽媽要 繼續努力 對啊 還是要給他足夠的資源 例如說 欸可能需要資源班 可能需要特教班之類的 可是爸爸媽媽 對於這些事情 他可能一概都不懂 他可能就是變成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乾脆以後就送機構好了 可是我們就覺得 這個孩子這樣很可惜 阿嬤有看到這一點 之前早療都是阿嬤帶去 阿嬤跟治療師 有在做一些互動和溝通 所以阿嬤管理很正確 他說也不能這樣子 所以他很堅持 要繼續做早療 然後剛好我們的治療所 開在他們家附近 然後帶來 評估完之後 還是需要接受早療 而且你看現在才大班而已 其實現在即將升小學了 那你們那個綜合報告書 因為診斷證明書 到什麼時候 你看 哇快過期了 趕快趕快 我就趕快督促他 去做鑑定評估 對 然後呢 趕快拿到綜合報告書 或是診斷證明書 可能上個小一 就沒有相關的資源了 這樣很可惜 那我們就會跟著阿嬤 一起努力把這些資源 準備到位 他進入到小學了 也安置在特教班 那我覺得對他的幫助還蠻大的 然後再來就是 以往媽媽就覺得 就是這樣子走路也不會走啊 算了以後就做輪椅好了 我就覺得不能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他有走路的潛力喔 每次來就很辛苦了 我們兩個人 大課看小課看這樣子 哇 然後兩個人做得很努力 以前來一直哭 到現在很喜歡來上課 他現在已經小學三年級了 然後呢 他以前認為不會走路了 到現在我已經訓練到他喔 可以自己站著 自己跳圈圈 對然後現在參與活動動機非常高 從這個過程中發現 我們不要放棄 其實孩子是充滿希望的 從一個認為不會走路 到現在活蹦亂跳的 這都是我們要堅持下去的 雖然這個過程啊很辛苦 都是一個很難熬的階段 但是呢 人生有那麼長的時間 我們只需要花這段時間 被他走過 他的人生會變得不一樣 你的負擔也會相對減少喔 嗯 沒錯 那像我們啊 要如何去觀察我們的孩子啊 是不是有發展遲緩的可能性 對 這幾年來呢 政府啊 還有相關單位都在推廣啊 其實兒童發展遲緩 不只是只有帶到醫院做評估而已 其實爸爸媽媽 學校的老師 敏銳度也是蠻重要的 所以呢 這幾年來 我們就是有在推廣一個叫做 學齡潛兒童發展檢核表 各地的衛生局 我們就可以下載到這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 它會有分年齡 像這一份是四個月大的 你看到從四個月大 就要開始看孩子有沒有發展遲緩的問題 那這一份表格使用非常容易 描述的非常詳細 然後呢 裡面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有幾項呢 是有紅色的網底的 如果你有兩項 坐落在這個紅色網底 代表這孩子有疑似發展遲緩的問題 可是呢 前面有打猩猩的喔 打猩猩的代表說 它是關鍵中的關鍵 所以 只要有其中一項 它是有打猩猩落在紅色的網底 我們就可以說 這孩子有疑似發展遲緩 那我們篩檢出完了 如果發現孩子有疑似發展遲緩的狀況的話呢 就要趕快立即的就醫囉 很重要喔 那除了剛剛介紹的這個兒童發展檢合表以外呢 寶寶出生以後都有一本寶寶手冊 其實裡面有某幾頁呢 它是可以教導家長去看兒童發展里程碑 例如說幾個月孩子會做什麼 我們定期三個月就可以檢視一次 我們跟上腳步喔 就是寶寶手冊那個拉起來很長的那一條 有正面反面都有圖片的 對喔 那個就可以定期來檢視 然後我記得還有幾頁它是可以說勾選的 或者是我們初期要到爸爸打預防針 醫生也都會翻一翻 問一問他會幫忙打勾 蓋個帳這樣子 合格 所以爸爸媽媽要特別的注意喔 為了我們的孩子 多留心一點啦 以後呢少煩惱一點 對 建議爸爸媽媽如果有空的話 我們可以多瀏覽文章 或者是多去聽一些講座 可是現在因為資訊太發達了 瀏覽文章一定要小心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往專業人員所寫的部落格 或專業人員所發表的專業文章 比如說 只能治療師、物理治療師、語言治療師、醫師啊 心理師 這些都是經過國考認證的治療師 其實他寫出來的文章都有一定程度的公信力 而且我們都會參考很多的文獻 這是推薦給大家喔 那接下來呢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啊自己的孩子被別人說 你的孩子怎麼看起來有點比較慢 以往大家聽到這個可能就會很避諱說 為什麼你要這樣講我孩子 我兒子又沒有怎麼樣 為什麼要這樣子 會有一些防衛心理 可是我想 如果當有人這樣說你的孩子 就表示大家出自於關心嘛 不是歧視的話 這時候我們可能要稍微有點敏銳度 而且覺察了 然後回去趕快翻翻書 或是趕快查個文章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鄰近有一些診所或治療所 可以去諮詢一下 千萬不要逃避 也不要覺得啊長大就會好了啊 先這樣子就好了 大家知道我們早疗的環境是0到6歲 那如果你一拖啊半年一年過去的 發展就被我們耽誤了 孩子和你啊也會相對比較辛苦喔 是沒錯 這一定要絕對覺得要特別留意的 那我們要從哪一些地方啊 去看到他的知覺 可能有發展遲緩的狀況 那如果我們持續在觀察 二到三個月發現 已經弱的越來越多了 然後不只已經品質不好了 已經完全跟不上那個翻山椅子邊 哇 這時候可能就要警覺了 這時候可能就要警覺了 然後把火災的火災 感覺到沙災的火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